前两天iPhone14怎么选 我已经简单聊过个人想法了 那很多朋友也说想看Apple Watch 所以本期视频我也简单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咱们分两个部分聊 第一个部分上不上Apple Watch Ultra 第二个部分不上Ultra的话 Apple Watch 8值不值得入 我们先聊第一部分 我自己直接定的就是Ultra 在澳洲感觉买的人并不多 我搞错时间了 我发售一周才下单 结果收获时间还是首批 我觉得如果不考虑预算的话 可能Ultra应该是最划算的选择 之前普通的Apple Watch正代的钛合金版本 也要去到六千块出头了 多个百宝块直接全部换新 各种功能加强 更大的屏幕更强的电池 完全是加量不加价的选择 这么看来Apple Watch 8就应该是妥妥的隐形涨价 一会儿再聊这个Apple Watch 8 那我们聊回Ultra 除了价格上的划算 我还想说三点 第一造型和尺寸上 虽然不太适合大部分女生 甚至一部分男生 但是其实作为苹果表 目前最主要的角色运动手表来说的话 这样全新的造型 我个人觉得会是更加好看的 第二就是功能 虽然Ultra的很多功能 对大部分我们这类普通消费者 其实都用不上了 但是这句话说的反复就像是 普通的Apple Watch的大部分功能 我们都用上了一样 所以在我看来 对于购买手表 无论是苹果表还是所有的手表 功能性都不是说 作为购买手表的一个主要的原动力 买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比如说就自己喜欢 比如说生态线子 果粉 面子 等等 但唯独说 我冲着某个功能 我一定要用 再买这个手表 或者再进一步说 这个功能只有Apple Watch才有 为了这个我去剁手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朋友 应该还是蛮少的 可以稍微互动一下 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购入的第一块Apple Watch 话虽如此 Ultra其实有两个功能 我想稍微强调一下 第一个 100米防水 此前其实所有的Apple Watch 都可以游泳 手表的锻炼里 也有游泳的选项 但是就是有很多朋友 还是会担心 游泳进不进水 SPA进不进水 洗澡进不进水 毕竟进水了又不保修 对吧 这种担忧 原字何处 真的不知道了 不过 现在Ultra的到来 相信 应该让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 放心了一大截 另外一个功能 则是自定义按键的加入 这个着实让Ultra的便捷性 再上了一个台阶 没准之后 软件升级 或者苹果想开了 Ultra这个系列的 自定义按键 能像耳机一样 单机 双机 甚至3G能分别调用不同的程序 整个体验 真的就跟普通的正代 就拉开了很大的差距了 当然 Ultra用的材质 也意味着它能用得更久 当然我们也要做好Ultra 并不一定 每年都会升级换代的准备 当然 如果不是每年升级换代 反而会更保值一些 所以综上 无论是性价比 还是稍微实用一些的功能性上 Ultra都会是 预算充足的朋友的首选 如果你是在纠结 不锈钢的8和Ultra 或者说是预算 有一点点吃紧 但是又没有那么紧的话 我会建议说 直接就上了吧 接下来我们聊第二个部分 不考虑Ultra的话 Apple Watch 8值不值得入 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会觉得不太值得 我现在还在用6 因为在我看来 7都不值得6升级 如果今年没有Ultra 我还会依然用我的6 我其实从第一代 就在用Apple Watch了 1到2 2到3 3到4 尤其是3到4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升级 实际上Apple Watch 从不太可用 到真正可用的一个升级 那一二三代的速度 看那个微信 都费尽体验过 那个时代的可以打个1 有点跑题了 时代稍微有点久远了 那我们说回8 我现在就带大家捋一下 6、7、8代升级了啥 6到7代升级了啥呢 1 屏幕更大了一点 说是可以多显示 50%的文字内容 但是手表看信息 其实多数时候 就是扫个大概 或者说短的信息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屏幕大固然是很好 但是6代到7代 这个屏幕尺寸的升级 对于整个使用体验上 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第二 没有二了 都是全天候显示 都是1000尼特亮度 芯片和所谓的快充的升级 对于手表的使用 基本上意义不大 以上只是个人想法 那7到8升级了啥呢 第一个提问剂 你说用得上吧 确实用得上 你说很需要吗 好像也没啥必要 你说准确吗 现在也不好说 苹果的措辞 目前也只是说 能测量手腕表面的温度 甚至你也不是每天都带的 你正好今天不舒服 感觉发烧了 你就马上带着去测 能不能打到体温机那个效果 这还要真两说 对不对 那你要真的为了这个功能 就要升级 那我觉得可能需要等等 至少说是得知道 这个功能的实际表现 第二 这回是有二了 就是Apple Watch 挣了8斤的把IP6X的防尘 写在了官网上 我记得之前7的发布会里面 好像也提了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认为 从7到8 Apple搞定了这个认证 或者工艺上 确实又有一点点进步了 但是who cares 我们真的在意这个防尘的性能 我有工夫在意这个 我就更在意 它防水能做到啥程度 哪怕不防尘 只防水都可以 当然防水一般就防尘了 这个逻辑就跟期待一样 期待说了这个防尘 但是它没有写在官网上 你在意吗 你不在意 对吧 另外还有一些锦上添花 但其实没啥太大意义的升级 比如车祸检测 比如低电量模式 反正还是得一天一充 目前还在等固件升级 所以从6代到8代升级了啥 对于我个人来说就两个 一个是大了一点点的屏幕 一个是不知道实用性如何的体温计 如果你是第一次入Apple Watch 当然根据预算买心不买觉 这个我之前也说过了 你别在这个时候看了我的视频 觉得Apple Watch 6是最划算的 直接冲Apple Watch 6了 没必要 而且真的如果预算非常非常紧 千万别往6代之前冲 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有6代之后的Apple Watch 我只希望本期视频能帮你省点钱 那如果本期视频里的Ultra部分 让你败家了 请打个1 如果本期视频里的Apple Watch 8的部分 让你省钱了 可以打个2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我的视频Always能帮到有需要的朋友 周五去拿新手机新耳机 只是周五我有工作应该当不了快拿 但是还是希望各位到时候有需要的话 可以来看一眼 毕竟我视频内容还算是比较独到 可以点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